近几年诈骗手段不断的推陈初心 犯罪手法多变 为了防止诈骗集团对民众下手 淡水第一新用合作社 将淡水地区29处的ATM自动提款机 进行监控设备升级 并且搭配在地企业 红树林有线电视 强化内网远端及时监控 以智慧化的管理方式 更有效的防止诈骗行为的发生 诈骗集团非常畅情 当然我们透过这样一个 其实的监控系统 必定能够有效的 能够来防止诈骗 甚至来阻止诈骗 他们这些车手 在这个提款机上 所有的操作 所有的转账 我们都能够及时的看得到 而且能够调阅资料是最快 相信在这一块 我们都能够来配由 我们的警察机关 能够来破获这些车手 一些非法的行为 一性找我们来做这个服务 其实我们是很有把握 是可以把它做好的 那当然我们也提供了 包含在地的工作 也有很多监控的服务 那未来 我们其实也跟警政单位 也接到一些需求 目前也在新市镇这边 做一些监控的评估 淡水一信表示 原本就是监视器系统 每次有案件发生 要协助警方调阅画面时 都得要到ATM现场将主机打开 读取资料 费时又费力 画面也是模糊不清 而这一次升级ATM监视器系统 更改善过去的种种问题 洪树林有些电视表示 这次更新不仅是大幅提升的监控技术 确保每一位用户在进行交易时的安全 还能够有效地协助金融主管机关 打击诈骗行为 透过先进技术 可以及时调阅画面 以及监控资料 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保障 来针对我们的辖区的29处ATM 来做一个监视系统的提升 那我们警察在打诈这方面 需要各位优质的民间企业 能够针对我们查契犯罪的利器 这边来作与一个协助 透过我们银行机构单位 总共南组了41件的诈骗案件 南组金额目前总共是1270余万 那目前还是累积在持续在做一个 拦阻的一个动作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7首在第7页红树林有线电视 正式启用最新智慧监视设备 全面升级29处的ATM监视器系统 而淡水警分局野道场出席表示肯定 对于提升监控设备与安全措施 确保每一位用户的权益不受到侵害 也让大家共同迈向更安全 更智慧的金融环境 记者许多人一旦雪采访报道